各位朋友大家好 咱们来看一下第75个字,长久的9字 首先找到起笔位置 终点位置 一条线 在这条线上面再找一个终点 在这入笔 斜入45度角 压笔,往前收笔 然后一条横撇,撇到尾巴这 稍微的弯一点就行了 压 折回来45度角往下走 到尾巴这稍稍弯一点 稍稍弯一点就行 不需要弯得太多 然后这条纳入笔位置 你看 这里45度 平行过来也是45度 在这出来就行 这么个感觉 走着压,出来一点 马上往下走 注意它是连接着45度角的 压重一点 凭着慢慢出去 这样去写 下面夹角圆滑 上面夹角较直 同样的,人字的纳意如此 简单看一看 同样的 同样的 出来一个圆形 好的,朋友们同学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